寫線 so slash 我 不然你會搞混嗎 你用英文 object 這樣還好 但中文你就要寫線 不然搞混 好 這個部分有沒有聽不懂的 沒有 那我先就講最後一次 下下禮拜就是 好 我可以講他來怎麼考 舉例來說 pong and 那你要選什麼 I嘛 對不對 祖哥嘛 來 這個要選什麼 正常情況 他拿誰的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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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的啊 他自己的啊 他這是什麼格 收幼格嘛 對不對 你看有人講獸格的就是 沒在拚啦 這裡就已經還有一個名詞了 拿來的獸格啦 就是他的 他的 他拿的 這個要選什麼 因為 eat 對 因為 eat 的 組隔跟收隔長一樣 這也是收隔 為什麼 動詞後面要放收隔 所以到時候 考的時候 就是長這樣 組隔的問題也會有 所有隔的也會有 so的也會有 你只要用法不熟 就會像剛剛有人跟我講 賀爾斯 收隔 那這題我要是考男生的他 he 然後你就給我寫he 然後你就錯了 因為這題如果是he的話 he 變男生的 他的 請你搞清楚 不懂的下禮拜還有機會問 你選假的你也可以私訊問我 反正呢 就有一個禮拜 的時間 讓你去習慣這件事情 然後讓你去寫一些練習題 如果你自己上進了你就會自己去念 你不上進了你就整整來吵 就是這樣 不得會 Face 43 43 4 2 1 來 43 1 4 2上完了嗎 來 一樣喔我唸 然後 附送之後告訴我實信 Door Parse speech None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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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半圓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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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